直过杨丽新年的日本呢 在百货业者他们推出了各种的创意福袋 有的人是找来美女来促销 有业者是推出售价有1400多万台币的超级珠宝福袋 不过还有更累累的 就是在新年要推出不幸福袋 过去年民众熬夜通销排队买福袋 百货公司为了抢生意花招百出 为了促销福袋 百货公司推出了美女军团策略 请来了打扮甜美的辣妹促销 让客人买得更高兴 美女店员卖福袋果然吸引不少民众排队 还有店员喊出了买福袋 就送你神秘礼物和一个甜蜜微笑 更特别的福袋一个卖价4000万日币 为了庆祝新年 百货公司推出了非常特别的商品 卖价4000万元日币的福袋 而里面所包装的珠宝 价值号称超过1亿日币以上 标价1000多万台币的超级福袋 里面放着闪闪发亮的钻石蓝宝 据说戒指还是超级名模凯特摩斯戴过的 限量一个 业者透露早就已经有人上门预约 还有更另类的福袋 看了就会让人吓一跳 过年当初都拿卖福袋 现在竟然有日本业者 推出了不信福袋 整个用黑色包装 而且据说里面的东西会让人看了 害怕 大过年的竟然有人推出了不信福袋 黑布拉奇的袋子里面 装了大蟑螂模型和整人玩具 还有写着凶运的坏签 业者的创意让民众很不以为然 不信福袋 有人说看了就怕不敢买 也有人觉得很有创意 新年福袋比内容比噱头 还有百货业者锁定了外国观光客 推出了各种外语翻译 外币换钱买福袋的服务 要在新年充业机拼好运 中文字幕 刘峰宇